本集主要讲 第一 宝玉怎么让痛恨她的玉串笑了 第二 作者为什么要写傅秋芳 第三 什么是宝玉的宝 上一集的末尾 宝钗的丫头婴儿和金串的妹妹玉串 一起来到了宜宏院 婴儿的目的是帮席人打烙子 而玉串呢 是来给宝玉送她点名要吃的 荷叶莲蓬汤 因为到了中午吃饭的时间 所以摄月等人已经准备了碗筷 要伺候宝玉吃饭了 可是宝玉不吃 她问玉串 她妈妈身体怎么样 玉串满脸怒涩 正眼都不看宝玉 过了半天才回答了一个好字 宝玉觉得很没趣 但是过了一会儿 她又陪笑问玉串 是谁让她送东西过来的 玉串说 不过是太太奶奶们 这个说法其实也是敷衍宝玉的 没有正面回答 宝玉明白这一切 都是因为金串的缘故 她想低声下气地 给玉串调节一下情绪 但周围的人多 也不好做得太过分 所以她只能不断想办法 把身边的丫头都安排出去 然后又给玉串 陪笑问长问短 玉串虽然开始见了宝玉很生气 但看到宝玉一点脾气都没有 任凭自己怎么顶嘴 对方还是温存和气 她倒有点不好意思了 脸色才好看了一点 这个时候 宝玉就笑着央求玉串 把汤拿过来给自己尝尝 玉串说 自己从来都不会喂别人吃东西 等宝玉的丫头回来再吃吧 宝玉笑着说 自己不是让玉串喂 只是因为自己没法走路 所以才让对方拿汤过来 这样自己吃了 玉串也就可以早点回去 交代任务 还可以早点吃饭 如果自己只是耽误时间 那玉串就要挨饿了 如果玉串不拿 那就只好自己忍着疼去拿了 说着呢 就要挣扎着下床来 同时还一个劲地喊疼 玉串看到这个情况 只好站起来让宝玉躺下 还说 这不知道是自己哪一辈子造的业 导致现在要伺候宝玉 宝玉这个样子 哪一点能让自己瞧得起 一面说一面就笑了 不知道你看这一段 对宝玉是什么感觉 是觉得宝玉做得好呢 还是跟玉串嘴里说的那样 看不起宝玉 请用弹幕和留言 给出你的选择 老杨觉得 宝玉这个行为 是非常不容易的 在一定程度上 体现了宝玉的宝字 也就是它珍贵的地方 前几回 老杨已经详细讨论过 金串死的责任问题 13岁的宝玉 不能说没有责任 但也不是主要责任 他最大的责任 就是知道金串被赶出去 却没有尝试过 任何补救措施 可是知道金串的噩耗之后 宝玉心里是非常内疚的 他甚至想过 跟金串一起死 这对于一个贵族少爷来说 是非常难得的 很多小伙伴 可能不理解这种难得 让我再举一个例子 如果你不小心 把家里的洗衣机搞坏了 你会不会想着 用自杀来 你补自己的过失呢 我估计 哪怕那个洗衣机 非常高级 正常人也不会想着自杀的 在旧社会 丫头对于主子 也就是洗衣机一样的工具 我们现在习惯了 人人平等 所以觉得 宝玉应该承担更多责任 可是对于书里 宝玉那个层级的主人来说 丫头不过是银子 买来的劳动工具而已 并不是平等的人 王夫人就算是 当场打死金串 她也不用负责任 而且金串的父母 还不能抱怨 因为这些权利 都是被法律保障的 现在你明白 为什么宝玉能低声下气 去讨一个丫鬟的喜欢 是非常不容易的 正是因为宝玉跟我们一样 没有等级观念 所以她才觉得 自己有义务 关心金串的家人 为什么说 看不起宝玉的样子呢 就是因为 这根本不像一个 贵族公子 能做出来的事情 可是为什么 玉串又笑了呢 因为她感受到了 宝玉对她的尊重和体贴 解开了自己的心结 玉串端了汤过来 宝玉笑着对玉串说 如果她还生气 就在怡红怨声吧 见了贾母和王夫人 就和气些 免得挨骂 玉串让宝玉快点吃 不用跟自己甜言蜜语的 自己才不信宝玉的一套呢 宝玉喝了两口汤 故意说不好吃 不吃了 玉串念了句佛 说这都不好吃 还有什么好吃的 宝玉说 一点味道都没有 如果不信 可以尝尝 玉串果真赌气尝了尝 宝玉说 现在好吃了 玉串这才明白过来 原来宝玉是 故意骗她吃一口 她就说 既然宝玉说不好吃 现在就是想吃 也不给吃了 宝玉只是求玉串 笑着说还要吃 玉串却不给她 还叫别的丫头进来 伺候宝玉吃饭 有的小伙伴可能会说 宝玉真恶心 怎么就喜欢和别人喝过的汤呢 这个情节 其实也可以结合两方面来看 第一 宝玉之前肯定是吃过 金串嘴上的胭脂的 不过那是很小的时候 所以前文中 金串笑话宝玉 说她还吃不吃了 小时候 吃女孩嘴上胭脂的这个爱好 虽然很另类 但背后呢 是亲密 而不是色情 宝玉现在想喝玉串喝过的汤 其实跟之前 想吃金串嘴上的胭脂 是类似的 第二 宝玉希望通过 拉近跟玉串的距离 弥补自己的过失 人与人之间的很多矛盾 是因为距离造成的 所以宝玉 希望通过自己 不分彼此的行为 来拉近关系 让玉串不那么恨自己 我前面说过多次 宝玉是 女孩的沟通大师 之所以她能让女孩开心 除了她能放低身段之外 更重要的是 她很聪明 而且情商很高 聪明可以让她想出 各种不同的方法 而情商高 让她可以敏感地 把握女孩的心态 在适当的情况下 使用有针对性的方法 所以之前宝钗才忍不住想 宝玉如果能把这些心思 放到正式上面 又有什么搞不定的呢 就在这个时候 有人汇报 说傅二爷家的两个嬷嬷 来请安了 要见宝玉 宝玉听到 就知道 这是一个叫做 傅氏的通判家派人来了 通判这个官职 相当于现在的厅长 看到傅氏这个名字 你应该也反映出 这是个什么人了吧 那就是 屈言傅氏之人 所以书里接着说 这个人本来是 贾政的门生 以往都借助 贾家的势力发展 因为贾政 也很看重他们 所以对方 经常派人的贾府拜访 作者在这里说 宝玉一贯都是讨厌 于男纯女的 可为什么 现在却同意 让傅家的两个婆子过来呢 原来这是因为 宝玉听说 这个傅氏 有个妹妹 叫做傅秋芳 是一个财貌双全的美女 虽然宝玉没机会见到 但是却仰慕已久 如果不叫婆子进来 恐怕对不起这个傅小姐 所以她才赶快让人带进来 那么什么是这里说的 于男纯女呢 按照书里对宝玉的描述 宝玉心中给人的排序是 女孩大于已婚女子 已婚女子呢 又大于男人 也就是 除了未婚女孩之外的人 都是于男纯女 所以自从宝玉 入住宝玉院以后 我们就看到 除了同样姓假的男人 到过这里之外 就没有别的男人和婆子 能进这里了 你看到了吧 这里其实又是体现了 宝玉身上的特质 那就是锦焕仙姑说的义淫 也就是对女孩的博爱 哪怕对一个从未见过面的女孩 只是听说了对方的美 宝玉也是爱屋及乌 要尊重对方家里人的 接着作者继续介绍这个傅氏 说她本来就是个爆发户 因为傅秋芳有一些姿色 而且聪明过人 所以她就想把妹妹嫁入豪门 不愿意随便许配给别人 可是这样呢 就耽误了时间 现在傅秋芳已经23岁了 也还没嫁出去 真的豪门贵族又嫌弃富士 穷酸 没有根基 所以不愿意跟她结亲 看到这里 你有没有想到一本书 那就是了不起的盖茨比 这个富士呢 就是中国的盖茨比 作为爆发户 她想借妹妹的婚姻 混到贵族圈子里 然而 哪怕她是个厅长 哪怕她也有了点钱 哪怕她妹妹条件很好 可是贵族呢 都是看不上的 这就是老杨之前讲 金玉良缘的时候说的 贵族跟官员 是有很大差别的 贵族哪怕官职不大 却根本看不上官员 这个道理呢 其实也很简单 主要是两个原因 第一 是物质上资产的稳定性 贵族是有封地的 这些封地呢 理论上 只要贵族身份在 就会持续产生收入 这是税后收入 跟官员打工的工资收入 是完全不同的 官场上 上上下下变动很大 但贵族的爵位呢 通常都能稳定地 传承好几代 收入对比起来 要稳定得多 第二 是精神上的教养和气质 这一点我们不用说别的 只是想想 在玉京贾府 看到的各种规矩 就知道了 为什么我们看到 贾府里这些女孩们的活动 会觉得高雅呢 这就是因为 她们是衣食无忧的贵族 整天想着 怎么赚钱买房 琢磨如何升官发财的人 都是不可能有这种气质的 所以 有小好伴留言 问贾宇村后面当了大官 宝钗会不会 真的想嫁给他呢 不论贾宇村当多大的官 他在贵族面前 都是不稳定的爆发户 如果薛家有得选 那绝对会选贵族 而不是官员 书里继续说 富士与贾家这么亲密 也自有一段新事 是什么新事呢 当然是希望 把富秋芳嫁到贾家来 有人说 他是想嫁给宝玉 我觉得这个可能性很低 毕竟两个人相差十岁 哪怕在现在看来 相差都太多了 更何况是 当年有一堆选择的贾府 富士的目标 应该是 只要能跟贾府结亲 就很好了 同时 富秋芳这个名字 也富含深意 花到了秋天 还能香多久呢 这不尽又一次 让我们败福作者的 语言文字能力 宝玉接见了 两个富家的婆子 可令人失望的是 这两个婆子 什么都不知道 见面只是问了好 没什么可说的 玉串看到有外面的人 也就不跟宝玉耍脾气了 手里端着汤 听宝玉说话 宝玉呢 只顾着跟婆子说话 一面吃饭 一面伸手去端汤 两个人都没看汤 一不小心 就让宝玉把汤打翻了 还泼到了自己的手上 玉串没烫到 只是吓了一跳就笑了 可宝玉呢 自己烫了手却不觉得 只是问玉串 烫到哪里疼不疼 玉串和其他人都笑了 他对宝玉说 你自己烫了 怎么还问别人呢 宝玉听了 才感到是自己烫了 丫头们赶快上来收拾 宝玉也不吃饭了 洗手喝茶 又跟富家的两个婆子 说了几句话 两个婆子就告辞出去了 情文把他们送到 镜方桥边才回去 两个婆子看到没人 就开始一边走一边聊 一个笑着说 难怪有人说 这里的宝玉 虽然外面长得好 但心里糊涂 忠看不忠吃的 果然是个呆子 分明是自己烫了手 还问别人疼不疼 另一个也笑着说 自己之前来的时候 就听到贾府的人说 宝玉呆 下大雨 自己淋成落汤鸡 他反而告诉别人下雨了 快去避雨吧 这个人还说 宝玉经常在没人的地方 自己哭 自己笑 看见燕子 就跟燕子说话 看到河里的鱼 就跟鱼说话 看见星星月亮 也是要么长虚短叹 要么嘀嘀咕咕 真是太可笑了 而且宝玉这个人 一点刚性都没有 连毛丫头的气都会受 有时呢 爱吸东西 连个线头都会珍惜 可是糟蹋起东西来 就又哪怕是 价值千万都不管了 两个人说着 就走出了大观园 辞别贾府的人离开了 上面这两个婆子的话 其实是宝玉的一个侧面描写 内容非常丰富 值得我们仔细看看 首先呢 他们讲了宝玉呆的 第一种表现 忘我 这里的呆 跟前文中说的吃 是一回事 就是一般人认为的糊涂 老婆子口味都很重 所以用了一句 忠看不忠吃 他还举了刚才发生的事 和之前林冠华强作为例子 在上一回 老杨讲了对这种吃的解释 那就是 宝玉不是一般人 他的精神控制力 是大于身体的 他经常会处于 一种忘我的状态 这时呢 他的眼中和心里 只有别人没有自己 说起这一点来 很讽刺 在我们的道德教育中 先人后己 一直是美德 可真的有人这么做的时候 大家又会觉得 对方是个呆子 接着呢 婆子又说了 第二种呆 自言自语 宝玉对着动物 和星星月亮说话 看到这个 你有没有想到 黛玉藏花引力的内容 黛玉也能听到 花魂和鸟魂的悲歌 其实这就是诗人的气质 因为他们有丰富的情感 和异于常人的敏感 所以每当看到 春花秋月 花鸟鱼虫 都会有感应 想跟他们交流 而普通人呢 则完全没有这种想法 除此以外 婆子还说了 第三种呆 没刚性 这其实正是前面 玉串笑话宝玉的地方 作为一个男主人 怎么可以在丫头面前 服软 受丫头的气呢 这在等级森严的当时 是太特别 太可笑了 最后还有第四种呆 价值观混乱 有时候很在意 不值钱的东西 而有时候呢 又不在意 很贵重的东西 为什么宝玉会这样呢 因为宝玉看重的是人 而不是物 他关心的人的东西 比如黛玉留下的一根线 他也会当成宝 能让他关心的人开心 哪怕是价值千万 也无所谓 在前面秦文思善的那一节 书里就说过 别说是善子 之前就是玻璃缸 玛瑙碗 也不知打碎了多少 宝玉从来都没有责怪过下人 那么婆子的评价 对不对呢 是不是宝玉不正常呢 老杨认为 这不是不正常 而是不平常 宝玉的宝字 也就是他珍贵的地方 正在于此 在任何时代 都没有几个人 能做到先人后己 也没有多少人 能忘记功名利禄 去清新体会大自然的美 更不要说 在阶级社会 放弃等级观念 平等待人 以及真的 以人为本 建立自己的价值观了 小好伴们 可以对比一下这四条 你能做到其中的几条呢 一般人 只要能有其中的两条 就可以说 自己是一个高雅的人了 然而 即便是两条 我们也很难做到 宝玉那么纯粹 所以 宝玉虽然背离了 儒家主流价值观 但他却有自己 独特的珍贵之处 只是可惜 在中国文化中 宝玉的这种珍贵 永远只有少数人 可以欣赏 大多数人 要么跟贾雨村一样 急功近利 要么跟贾政一样 附庸风雅 古字里 其实都放不下 名利两个字 而且他们还会忍不住 笑话宝玉的无能 鄙视宝玉的痴呆 在下一集里 我们将看到 回目里另一个主题 婴儿打烙子 这个梅花烙 可不是穷瑶阿姨的 那个梅花烙哦 老杨在这里 等你一起读书 我许多了 我许多了 那种特别人 我许多了 什么事 你去从画面里